我们这一期课程我大概说明一下 那包含几个方向 一个是这个云端的相关的技术应用 那云端部分的话 因为目前来说用的最普遍的就是Google 所以我们主要还是会以那个Google的云端相关应用为主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的那个填表单是用Google的云端应叠 另外的话还有比较常用的 Google云端应叠除了填表单之外 你可以放很多东西 放资料上去 它里面也有那个类似像Word 也是有PowerPoint相关的功能 所以即便你没有装Office 有时候你可以用云端就可以暂时解决你可能没有软体的问题 那但是呢 但用云端有个缺点就是一定要连上网络 那除了这个像云端应叠之外的话 像YouTube我想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而且YouTube这个云端应用 已经慢慢甚至他的重要性慢慢越来越取代像一些电视媒体的重要性 有时候最新的消息 所以不一定都先从YouTube开始 还有我发现现在那个一些网红 他们做这个影片的内容 甚至也慢慢感觉上用心程度 甚至还比电视媒体来得更高 去卫星有时候 有时候那个你会发现现在那个电视媒体 他的综艺节目是不是因为经费越来越短缺的关系 还是怎么样感觉好像没有像以前那么那么好看 反而有时候看那个YouTube影片 有些那个网红我觉得虽然是他们小成本 几乎也没什么成本 就是人 但是他你会发现 他有时候用心的程度感觉还不错 有些东西反而你订阅他又没有什么费用的问题 所以慢慢 甚至他的重要性超过现在的电视媒体 那主要我们会有几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云端的应用 另外的话还有所谓的APP 那APP目前的话 我想大家也是非常普遍就是人手一击 所以你要怎么样能够把一个你想要表现的东西 可以把它包装成一个APP 让大家都可以安装的话 那当然非常方便 所以后面的话我们会提到怎么样 就是教各位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做APP 不过做APP各位要先了解几个观念 第一个你要设计APP之前 我觉得蛮重要的一部分就是 你要会先去知道目前有哪一些比较热门的APP 然后那个APP到底它呈现的方式到底是怎样 所以你要可能要先应用它 你要能够先使用这个相关的APP 慢慢的话再来思考说怎么样去做出APP 并且安装在你手机上面 所以也许期末的部分 可能会有一个做APP的这个 这个期末的也许考试 也许是作业 不过这我们再来讨论 那首先的话呢 再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待会的话我会说明 因为今天第一次上课 不过好像已经慢慢成了惯例 好像第一次上课就不能很认真上 不过老无所谓啦 我觉得你们吸收到东西才比较重要 因为像以前那种传统的上课模式就是 反正你就要乖乖的坐在位置上 不管你有没有听得懂 反正你就是乖乖坐在位置上 但目前我觉得慢慢教学模式也慢慢在改变 就是学习的管道不再只是局限在教室课堂里面 所以有时候反而YouTube我发现像学习 YouTube也是一个不错的管道 为什么因为我发现现在好像蛮多那个 蛮多人都很愿意分享一些相关的知识 所以你只要上YouTube查一下你大概就会了 比如说你要修什么东西 修水龙头不会 你打一个修水龙头 真的还是有人教你 网路上很多工具人会教你怎么修理 像修摩托车修汽车修什么东西 真的马上你会一打 奇怪怎么一堆人都在教这有的没的 或者是煮菜你想要煮菜 你打一个你要烧什么菜 甚至网路上也有很多 你要运动有没有也是一堆 所以其实在YouTube上面几乎是心心向荣 没有找不到的影片 就怕说你没有时间而已 而且多到不升每一局 之前的一个数字就是说 每天光上传的影片数量已经超过几千万 现在已经应该不止了 我看破亿一个都有可能 也就是说这种影片的发生产生的数量 已经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 所以待会的话我们大概会有几个说明 第一个就是课前问卷 所以待会请各位把那个写在白板上面 gg.gg.gg 然后cloud to 这个是二 cloud to app 所以后面加一个phone 这个网址我觉得还蛮好 已经算好记了 因为我想不到更短的 我想要还是怎么样吧 还是c to a phone也可以 只是说怕你们再打错 OK 那这个是用gg.gg的服务 这个还不错 因为之前的goo.gl 即将在下个月就停止了 不能用了 所以可能要找其他管道 用gg.gg还不错 所以如果你gg.gg没用过的话 你可以到gg.gg上面看一下 然后注册一下免费的 OK 那它可以做什么呢 你可以一个长的网址缩短 第一个缩短网址 而且它比goo.gl好用的地方 就是说它还可以制定 像我后面那个什么 cloud to app 这个是可以自己定义的 那goo.gl以前不行 另外的话 你一样可以产生QR code 它不一样的 gg.gg还有一个好用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观看 就是说你这个网址 被点击的次数 还有每天的报表 它都会帮你产生出来 还蛮不错的 OK 那我们大概这期课程 主要会有四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云端应用 以google云端应用为例 你会发现 像现在最长 我刚云端应碟 YouTube 或者是什么呢 像google地图 Google地图 现在也是做得非常的棒 如果你想要了解 现在很夯的像AI AI人工之后 我想各位每天在新闻 应该常听到这个话题 或者像机器学习 这相关的应用 你可以去了解 那个google目前的云端应用 其实它就是一个AI的应用 OK 所以有些 如果你想要针对这部分 去了解的话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我是希望延伸到 那个YouTube 把那个YouTube独立 因为YouTube目前的话 它的重要性实在太高了 那当然也是 Google的一个金基母 因为Google光YouTube 帮它赚的钱 已经无可 没办法估算了 然后呢 怎么样去使用那个YouTube 另外的话呢 我希望 各位要记得 就是说 请各位 就是这之后的时间 当然今天不用 你可以至少如果说 你应该都有Google账号吧 如果你有Google账号的话 请各位试着 请你在YouTube上面 创立一个频道吧 OK 应该大家也有频道 没有 有 好 反正也不是叫你当YouTuber 就是说你至少要知道 怎么当网红吧 OK 不是一定要当网红 而且网红不一定要露脸吧 对不对 你可以 像我发现有些人 一定会戴面具嘛 对不对 或者是说你可以 像我的习惯是 我就拍画面就好了 有声音有画面就好了 你不一定要露脸嘛 OK 那只要有人愿意观看 你就会观看次数嘛 对不对 这个代表什么 其实当然 你想说这能做什么吧 其实第一个啦 我觉得你也不要太用功利的角度去看 反正呢 我喜欢做嘛 我有观众嘛 这就是一种享受嘛 对不对 就像我 也算是网红吗 我说YouTuber应该也算啦 因为我每个月 Google每个月也会付钱给我 至于付多少钱 至少是 没那么多啦 大概至少不到万啦 几千块一定有 至少是每个月 都有个少折大概六千到一万吧 应该有这个数字 OK 而且每个月都有哦 每个月都会来哦 OK 所以基本上 而且我也没有特别做什么 其实我就做一件事 上课把它录下来 下课把它传上去 就这样而已 OK 我也没有特别做很多事情 但是 发现就做习惯了啦 所以慢慢也 创立了一个群众 而且订阅人数也两万 我主要频道的话 也有两万五千个订阅 二点五万 多吗 其实不算多啦 当然你跟网红比的话 这根本完全不能比 可是呢 我没有很刻意去经营 我不像网红刻意去经营 我是希望如果你们 可以的话啦 真的 自己去 创一个 频道吧 我觉得这种 热门程度 反而好像感觉比以前 当那个作家 来得更有 被看到的感觉 因为以前作家 像张爱玲那年代 他可以靠写作 可以生活的 那现在如果你靠写作 你应该会饿死吧 现在有人说 我是作家 天哪 现在这年代应该没有人 但是如果说 我是YouTuber的话 就不一样了 而且我是一个知名的YouTuber 那更不一样 而且邀约就不断了 另外的话呢 第四个单元可能会讲到有关APP的应用 因为你要先要设计之前 你要知道别人怎么做吧 所以可能会讲到有关APP的应用 然后再来讲到有关APP的设计跟法 设计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是 难度一定会相对比较高 我是尽量能希望说 因为APP的设计方法很多 有很难的 难到一个不行 为什么要写程式 要写Java 如果说你不会的话 你恐怕就会有问题 那怎么办呢 我就挑一个最简单 你想要会做网页啦 做网页应该会相对比较简单吧 不过也是困难 至少的话呢 你会做 你就可以产生APP 这后面会跟各位说 你怎么做 那待会的话 请各位做 花一点时间做 就是填写这个问卷 那填完之后的话呢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这个上课 我们待会的内 那再来就是说 未来我们会把一些补充资料 放在那个云端上面 网址的话 就是也是这样 gg.gg cloud to app 这个可能稍微记一下 那只是说 跟刚刚那个网址不一样 是少一个phone OK 那再来的话 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我应该大家都知道 跳过好了 像昨天的话 去参加那个夜十一二三的记者会 他为什么要找我 我觉得很奇怪 他说 老师可不可以邀请你来 参加我们的记者会 我说 找我 OK 而且还真的有 而且还给费用的 而且费用好像还不算太低 感觉跟通告费差不多 所以我哥问我说 他给你多少钱 感觉跟通告 那个好像明星上通告 好像他多少钱 没有啦 我 即便要找我上 我也不太愿意去 我们又不是那种搞笑的人物 所以我没办法有那个效果 昨天好像给到 其实我大概讲了三分钟的话 他给我三 没有啦 三万 差不多啊 对 就是 称华费吧 OK 三分钟给 啊 对吧 多讲就给多一些 没有啦 他就是给这么多 OK好 那其实重点不是在那个费用上 我是觉得 我是 刚开始的想法 是只是去 去分享 那当然呢 记者会采访我啦 他说 老师 那我要怎么找到 你有没有联络方式 我说很简单 你Google吴老师 就可以找到了 他说 啊 OK好 那我的相关的潜力 这是我的潜力 第一个 因为 为什么我会把那个排在第一 因为我发现 好像效果最大 你怎么找到 所以如果你能够在Google的关键字里面被找到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OK好 所以以后的话呢 如果你期末跟我讲 跟我讲说 老师 你Google哪个关键字的时候 可以找到我 那我会给你加分 OK好 当然不要说 Google诈骗集团 你是排第一个 那就不好了 OK 如果你是Google什么关键字 所以如果说以后 你想要在某一个行业里面 被看到 被知道 那相对的 你就相对的 你的行情就不一样 所以后来那个 记者又采访我的时候 问我说 老师你觉得网红重不重要 我就回答他说 如果你要先 你如果说你未来希望你的收入高的话 你可能要先有名吧 因为名跟利是双收的 名跟利是 应该是相互相互有关联性的吧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名气越大的话 可能要给你的费用 相对越高 你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呢 其实我会觉得说 我不是刻意去做 所以很久以 像我目前Google第一个 排第一个就是我的部落格 我部落格 我已经写了上千篇的教学部落格文了 上千篇 也就是大概二十年 十几年前就开始做了 那为什么要做 反正喜欢就好了 OK 没有任何 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做事情 不一定要有背后一个什么功利的想法 我纯粹只是想要记录一些事情 我就把它做了 做了发现有人看 有人看那当然会相对的会做的更有动力 因为会被期待 而且会有很多人需要 然后被搜寻到之后的话 会有很多邀约 所以像我现在很多课程的邀约 都是天上掉下来的 我没有 所以变成我根本 从我毕业之后 几乎可以讲说 我从来没找过工作 所以人家说 老师要怎么求职 我说我没有那种经验 没有啦 开玩笑 我都是被找的啦 OK 像月十月三为什么找我 他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找我了 那我就去了 然后YouTube我有2.5万的订阅人数 所以如果你有这么多数字的话 那当然我想你应该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价值产生 所以你的行情就不会太低了 所以人家会找我 像他们相对的 像蛮多单位找我的时候 都会很客气说 老师我们很想找你 但是可能我们给你的终点费用 会很低啊 他的低 后来说多少钱 他跟我讲一个数字 我觉得那已经还不错了 但是他会觉得说 那个数字可能没有办法满足我的预期 OK 不过我其实我不是太在乎钱 OK 我是觉得说如果你有努力的话 自然就会有了 是那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前面都没有 你怎么会有后面的 可能我的想法是这样 其他的话还有就是 曾经担任过就是电脑公司的那个执行长 而且拿了一些奖项 对对对对 好了 反正大概这样 也拿到一些奖项 不是太重要的 OK 好 再来的话也得到一些 那个 志强公益基金的颁个奖给我 然后文化推广会颁奖给我 另外的话 我去那个记者会的时候 记者也蛮好奇的一部分就是说 但是他的问题比较强调是 文科怎么可以跨到理科的领域 而且可以表现得这么好 OK 那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如果你文科要跨过去 你要怎么说服别人你是OK的 很简单 我跟他讲说我有30张证照 我有30张电脑相关证照 OK 他就 他本来听30张 老师你是说三张吗 没有 我说30张 OK 他就说 这果然是很吓人的一个数字 OK 那 那为什么需要 我觉得反正 这些都是锦上添花吧 如果你没有的话 当然 其实我觉得重要性就很大 而且 你会发现 这张证照 Python 3 这个现在AI跟那个机器学习 最基础语言 然后我在哪个时间取得的呢 2009年的1月 我在1月23号 放寒假的时候 我没有 没有放假 我去考试 OK 所以其实我比你们更用功 OK 还有呢 在去年的8月拿到这一张 还有 像工业设计 其实我还不只是教程设计 早期我还教人家画AutoCade 而且你关键Google 关键字 AutoCade 还可以找到我蛮多影片的 只是说 后来 我实在没有那么多心力 后来 很多同行说 你怎么不教了 我说 你要留一点饭给别人吃吧 OK 没有 开玩笑 什么都 什么都 而且 不过我说真的 我之前什么课都几乎都 电脑相关的课几乎都教过了 OK 那只是纯粹兴趣 我觉得不懂就学嘛 也没什么困难的 那这是我的证照 这个是昨天的状况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我 OK 这个 这也是我 看得出来了 不过其实我是有点紧张 另外的话 去年那个 这篇好像跟各位讲过 其实 月十月三好像 那个我听里面讲 他是因为有看到这一篇 然后才找我 主要是因为什么 那联合报下的标题 有点奇怪了 中文系博士 改教程式设计 然后提早转行 吃得开 他的重点好像是叫吃得开 然后就会很好奇 就是问说 你的待遇啊 薪资等等的相关问题 而且记者有采访我 但是有时候你 人家问你 你的收入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我不太喜欢回答这种问题 因为这好像似乎一点隐私 我只是回答他说 我怕跟你讲到说 亲朋好友会来跟我借钱 怎么办 这也是事实啊 你也不能太外露 反正就是自己有多少 就是 但我觉得这也不是重点 因为基本上 可能我的物质欲望没有很高 我觉得生活简单就好了 因为你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很复杂 其实岛也不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OK 简单就好了吧 我顶多是比较奢侈的可能就是 到处旅行吧 OK 像我算了一下 我去日本就去了20次了 我说 这学期不去了 去了 去年我算一下 我就去了五次了 可是别的地方 可能没有那么吸引 不是啦 可能要有规划吧 我每一次的旅程 我花很多时间 我每个地方 我光我出发前 大概半年前 我就开始想说 我去那个地方 然后我要玩什么东西 然后他的 包含他的人文啊 包含他的一些 各式交通啊 景点啊 还有反正什么什么 我都做很多功课 好 这个是最近的 有个班结训 里面有24个同学 24个同学都拿到这个 Python的证照 我觉得他还蛮 不过其实前提是我发现 可能因为就业之后 他们已经在职场上 有那个需求 所以他们非常非常认真 每个人真的好认真 跟在学校真的两种情境 不过不一样 我觉得这也没办法 因为你目前可能还不在战场上 你不知道原来是这么凶狠的 那如果当然你如果现在在战场上 你会发现 哇 什么都赶快学 OK 好 那我的这个观看次数 订阅人数真的是旧的 现在已经2.5了 那每个月的话 他都会送一张这种给我 然后我就去银行把钱领出来 OK 那这是美金 美金 美金 OK 不过我有的时候会累积 超过1000美金在去 你把它领出来 那因为之前的话 像领这个钱 我觉得很麻烦 因为每次都要领太多钱出来 我担心会有危险 所以网路上就有人分享说 去开个户 然后呢就把钱存进去 结果呢 之前好像是本来是 大众银行开户了 结果大众银行倒掉了 结果后来我要再转 转元大吧 结果元大又不收这个西联快会 后来好像 最近去什么 京城吧 不过我去开户的时候 他说 他不给我开户了 因为他觉得 因为我只是要领这个钱 所以后来我只好 把他现金领出来了 不过现金领出来 也蛮多的 OK 但 算了 这不是重点 好 然后 也受邀那个 担任 就是城市设计 证照的那个专家咨询 因为有些省题 命题也会找我 OK 好 大概是介绍一下 其实也没什么 只是 一些 不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讲一下 那个课程 课程部分 当然也不是每个人 都会这样做 我只是说 我自己有兴趣 所以像昨天 夜十一二三 那个主持人 主要是问我说 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他说 博士吧 因为他说 现在博士 流浪博士非常多 然后他问我说 对于 如果要继续 攻读博士 有什么看法 那我就回答他说 第一个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我说 我老婆说 人多的地方不能去 他说什么 意思就是说 如果现在已经 供需 失调的话 其实 大可 暂时不必 不然的话 我觉得你即便 念出来之后 可能你没有 那个就业市场 那就可能是 一个问题了 第二个 我是觉得 如果你要 念博士 或念硕士 好了 最重要 可能还要 有一个重点 就是你也不用 太功利 就是你喜欢 就好了 OK 你反正喜欢 你就是有那个热情 你就去学习就好了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课程的相关简介 这边的话 有几个比较重要 我刚刚有提到的 首先的话 我们大家了解一下 其实 慢慢的 这个世界在改变 应该可以感觉得出来 那有哪些改变 我在网路上看到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了解 叫ABCDE的理论 也就是未来 如果你们想要 往那个 学习一些相关 比较夯的知识的话 你可以从这几个方向 去思考 第一个的话 就AI 什么叫AI OK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今天虽然我们 可能没有作业 但是请各位回去 先思考一下 我们会请各位同学 也许做报告 OK 那报告内容的话 可能就跟我 今天讲的 有点关系 因为我觉得 之前我们主要是 着重在那个 就是上机上面的 慢慢我觉得可能 理论上面也许 你可以再 再去思索一下 所以第一个 什么叫人工智慧 有同学知道 什么叫人工智慧吗 应该常听到 AI嘛 什么叫AI 对打的机器了 这也是一个 看到的商 一个产品吧 对 然后还有什么 人性化 这也是 那其实 同学都讲到一些重点 其实主要就是说 我们需要什么 需要把原来 那个机器人 本来没有人性化 变成有人性化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里面的话 有一个各位的机会 就是说 如果以前念理工的 他可能太单一的思考 比较没有办法 想到有关人的这一部分 所以也许你可以 把人文的精神 加入在机器上面 让机器有温度 让机器有感情 有没有可能 他会不会 而且他会自动 感受你的需求 如果这一件事情 办得到的话 基本上这个机器 就是有AI的感觉 OK 那要怎么样能够让机器 它具有这 这相关的那种 人的感受的 这种能力 甚至机器人 能不能谈恋爱 对不对 你可以思考这个问题 可不可以让机器人 变得有 有那种 情爱的感觉 不过你可能要 要去思考说 怎么样让它变得 有温度 有感觉 那第二个的话 所以A的AI 那B的话 就Big Data 那其实Big Data是什么 应该有听过吧 OK 大数据 那知道大数据 到底要做什么用 为什么需要大数据 OK 这也可以思考一下 第三个是云端 云端我们就是 我们的课程主轴 那第四的话 就是人脸辨识 人脸辨识现在蛮重要的 你会发现 只要警察要抓歹徒的话 其实他们现在有什么 有一个手机的软体APP 他可以马上侦测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歹徒 或者有没有被通弃 他好像名称叫什么 小神捕之类的 小神捕就照一下 你就知道这个人 所以最近新闻 好像有很多是 他报那个 他的朋友的身份的字号 结果马上被试破 为什么 因为用那个小神捕一照 你根本不是 你是通气犯 马上抓起来 而且现在还有蛮多 就是说车牌辨识的 停车场 这也不是什么 所以未来呢 你们有没有来上课 不用点名 扫一下就知道了 人脸辨识 某某到了 所以以后 老师不用点名了 我也是希望这样 有没有 也可以啊 很多东西 只要搞定这个人脸辨识的问题 以后如果你去商店消费 你甚至不用付钱 走出来就好 为什么 人脸辨识 直接扣你的钱 可不可能 可不可能觉得好笑 但是可能未来十年二十年 这即将是生活的一部分 OK 那只是说呢 这里面的话 当然有很多的隐私的一些相关问题 不是技术性技术性做得到 只是说可能会有一些 不是技术上的问题 比如说一些法律的问题 可能是有一些 会不会有人因为这样关系 去动手术 把自己变成郭台铭 然后把郭台铭的钱全部领出来 对 那这不是技术性的问题 其他还有这样电动车 因为欧洲从2025年开始 已经不再销售燃油车 也就是你现在 马路上看到的车都不能销售 而且在2035年 全面停止行驶 你有你也不行 你要把它报废 所以以后的话 满街都是电动车 你想说电动车跟传统车 是不是只有插在那个 一个用汽油 一个用插电的 其实不止这样 最大的差别是说 电动车它里面 其实是有智慧的 也就是说这样智慧型手机 一台电动车本身 里面就是一台电脑 也就是说以后 你可以拿你的手机 跟你的电动车沟通 也就是你出门前 未来应该也 自动驾驶慢慢会成熟 也就是你出门前 你先把行程规划好 然后也许你还是坐在驾驶座上面 它就会自动帮你带到那边 而且自动帮你停好车 OK 什么都不用动 你就坐在那里就好了 这是很棒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你们在有生之年 应该可以看得到 OK 这应该也不是什么 太困难的事情 只是说会牵涉到一些 可能不只是技术性的问题 还有法规 有没有 像现在其实 特斯拉本身也可以自动驾驶 但是呢 就是在台湾的法规上面 是不允许的 你不能把手放开 OK 可不可以放开 可以了 只是说 但还是有危险性 OK 那接下来的话 那我比如以Google 那个云端为例 那后面我还会讲到 有关YouTube 等等的很多 那请各位先帮我做一件事情 先帮我那个填一下 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问卷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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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